烏俄戰爭爆發之後 俄羅斯高層批評歐美國家不遺餘力 但是CNN也揭露了 這些高官的子女們 有不少人在歐美國家過著奢華的生活 這些高官在賬面上年薪並不多 讓外界猜測 台面下 普廷恐怕用重金拉攏 全世界現在在賬給西方的想法 以及西方的試試 保持其他高官 俄羅斯總統普廷跟其他高官 在烏俄戰爭爆發後 批評西方國家不遺餘力 不過CNN報導 這些高官的子女 卻在西方國家過著奢華生活 普廷的女兒被爆出作用 法國海岸這棟豪宅 克里姆林公發言人佩斯科夫的掌上明珠 更是在IG上展示名模般的生活 外交部長拉夫洛夫的妓女 同樣是高調炫富 年僅27歲的她 劇稱在倫敦擁有一栋價值1.5億台幣的房地產 不過這些俄國高官 賬面上的年薪並不多 卻能讓子女在海外享受優惡生活 外界猜測 台面下普廷可能用重金融落 然而跟在普京身邊享有的榮華富貴 有可能會因為失事或政權垮台 一夕間化為烏有 隨著烏爾戰爭開打 西方國家也紛紛對這些官二代祭出制裁 榮華富貴或許要成泡影 但制裁成效還有待觀察 林佑任編譯 林佑任編譯